嘉義的觀眾大家好 晚安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在這麼好的天氣 帶來一個輕鬆的音樂 那嘉義市管理姐今年第29年了 那其實我本人呢 跟嘉義管理姐淵源頗深 我在第四屆就開始 當時帶著各種大專院校樂團 淡江長跟陽明都來過這個地方 那非常高興今天能夠帶著 一夫樂器房角式管理團來到這裡 那一夫樂器房角式管理團 顧名思義 就是我所有過去這20年來 學生們的總和 那台上的許多演奏者 其實也都來過嘉義管理姐 所以今天對他們講 像回娘家一樣 享受南台灣最溫暖舒服的天氣 是我們非常開心的事情 所以我很高興能夠在這邊 把美好的音樂帶給大家 那也再次感謝大家 今天下午的利益 謝謝大家 謝謝 接下來為大家帶來的曲子 很有趣 大家都知道 音樂不能永遠只有各種各樣的嚴肅音樂 晚樂器 顧名思義就是由各式各樣的音樂所組成 那今年能夠看到這麼多觀眾 這麼溫暖的陽光 都讓我們幾乎忘記了 2020 這年有多麼的辛苦 我們有多麼的沉重 那對於觀眾來講 對於演奏者來講 我們都失去了互相溝通的平台 一個演出者如果沒有觀眾 對我們兩個是很孤獨的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為大家帶來演出 也是我們今年年度音樂會的第三場 我們在10月份辦了我們第一場 年度音樂會 這個 我們的標題叫做Water 就是水 如果大家 大家如果關心到一副樂器方角時的粉絲專頁的話 麻煩去看一下 你會看到很多我們有關這個年度的計畫 這個H2O是我們今年的計畫 H2O顧名思義 Hope to overcome 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克服困難的一個遊戲 你帶來一個新的希望 所以H2O顧名思義是 Hope Water 然後水是我們標題的話 那H2O是水 水是什麼呢? 水就是一切生命之源 也要告訴我們說我們要尊敬 要敬畏我們的大自然 所以下一首曲子叫做 《海上鋼琴師》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今年度 失去了最有名的一個作曲家 叫做 Yenimo Morricone 他是電影配樂大師 他寫過教會 非常非常 新天堂樂園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這些電影 那《海上鋼琴師》 1900年的傳奇更是一個傳說故事 所以我們接下來為大家帶來這個曲子 我們要把這個音樂拉到 當時的這個海上 什麼是《海上鋼琴師》故事 如果大家沒有看的話 他講一個在海上誕生的小男孩 然後有非常高的音樂天分 卻不敢面對挑戰 不敢離開那艘船 在這艘船上創造了非常多的奇蹟 所以我們接下來為大家帶來這個曲子 是他的選曲 我相信大家搞不好之前的隊員就聽過了 那今天我們為大家帶來這個 是我們自己做的一個小小的改變版本 你會聽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在鋼琴酒吧 你會聽到鋼琴讀者的彈鋼琴 你會聽到悅蘭發出很多奇蹟怪怪的 好像在酒吧發生的聲音 然後接下來 下面的主題是 男主角的第一次戀愛 看到一個場景陷入他的單戀 The Playing Love 由我們傑出的團員演奏Solo 那這個時候出現的是個Rag Time的音樂 Rag音樂 就是20世紀爵士音樂的發任 他也叫做散拍音樂 那接下來這個Rag 是由最有名的爵士樂大師 叫喬畢林所寫的曲子 相信大家會聽到這個曲子 會很有感覺 也希望大家享受一個 溫暖的午後心情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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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